除了水上飞机以外 现代化的客机都必须在跑道上起降 大家起飞时在跑道上滑跑 降落时在跑道上刹车 就算是滑行时也得有滑行道的支撑 这主要是因为飞机都很沉重 有几十吨或者上百吨 它们掉到跑道下面去往往立刻被陷死 无法动弹 跑道对于飞机来说就像是一根平衡木 要小心地对准 降落时没有对准要复飞 还没有到达跑道就出地的话 叫做提前接地 没在跑道上刹停 叫做冲出跑道 在中间掉出去 叫做侧滑出跑道 这都算是事故 现代化的机场也多使用水泥建设跑道 有的铺滤青 有的不铺 实际上跑道可以是多种材质 人的历史上除了土质跑道外 还有使用过木板 钢板碎石和珊瑚渣等多种材质 但对于现代化大型飞机来说 现在估计只有水泥和冰雪这两种材质才比较合适 轻型飞机当然可以在草地上随处玩 无所谓机场或者是跑道 其实不仅是小飞机 有些大飞机也可以在土质或者碎石跑道上起降 比如说美国的C17可以在黄土地上使用 波音737-200加装历史套件后 也可以在野外运营 但总体来说中大型喷漆式飞机现在都必须使用水泥跑道 飞机的设计目的是拉人或者装货 空载与满载时差别是很大的 波音747-400满载时可以超过400吨 但空重连一半也不到 C17-400有18个巨大的轮胎 不装人不装货不装油 在普通硬质地面上也不会陷下去 所以在沙漠坟场等地存放时 不需要水泥停机坪 现代化的中大型飞机使用跑道起飞 除了沉重外还要考虑平整 飞机速度极快时 跑道的平整度很重要 不然容易损伤机体 在降落时由于触地压力极大 跑道必须足够硬 才能保持轮胎不会陷到地里 有人说训练飞行员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轻着陆 但实际上光一身出地的几率一直非常大 那么如果不使用跑道 是否也能够成功降落呢 如果飞行员技术足够好 落地足够轻的话 这么干当然也是可以的 人类历史上有过两次成功的 干线客机野外安全迫降事件 都是由俄罗斯飞行员创造的 一次是乌拉尔航空的空客A321撞鸟 平稳地降落在玉米地 另一次也是乌拉尔航空 被降时把油烧光了 只好将一架空客A320 落在了麦田里 上述两起事件都无人伤亡 但也都算事故 这两件事情都是因为没有办法 其中运气的成分很大 所以如果不是被逼无奈 现代化干线客机是不可能在野外起飞的 上述乌拉尔A320迫降后 曾有媒体说准备就地起飞 但这不可能 扑一条跑道的成本太高了 不如解体运走再组装起来 飞机落地在野地里是新闻 滑落到草地上也是新闻 飞机在降落起飞或者是滑行时 都有可能掉到草地里 每一次都会有媒体关注 其中滑行时掉到草地里的新闻比较多 甚至压坏了倒边灯或者是路肩也都是新闻 通常来说掉到草地里之后不要乱动 请拖车来帮忙就好了 但如果擅自做主 那代价就会非常的大 例如今年二月份 在立陶宛首都的维尔纽斯机场 一架空开320降落时滑落草地 飞行员竟然加大油门 重新将飞机划上了跑道 但这么做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这架飞机足足维修了四个半月 直到最近才修好 6月25日 有人发现这架属于Avian Express公司的 编号为LY-NVL的客机 重新启用 又飞上了蓝天 无论是租赁还是自由的摊销 一架空开320停飞四个半月的成本 差不多都接近100万美元 所以飞机为什么必须在跑道上起降 现在朋友们知道了吧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